天使神太弱了 就是个哭神 我看到好多评论都是这样说千任雪的 天使神弱这一点确实是真的 他不弱怎么能体现得出唐三厉害呢 但哭神这个词就有点嘲讽的意思 现在的很多人都是在戴着墨镜看斗罗的 说千任雪是哭神的 真的过分了 爷爷没了就不能哭了吗 你自己没爷爷吗 千任雪第一次哭是因为千道流献祭为他开启了天使神第九考 千任雪从小就没了父亲 母亲比比东甚至想掐死他 要不是自己的爷爷千道流护住了他 千任雪都不可能长大 小五献祭时唐三不是也哭了七天七夜吗 阿英献祭时唐浩也哭了呀 大名二名献祭时小五也哭了 怎么到千任雪这话风就变了 爷爷是每个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甚至很多人都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有些东西是不能硬黑的 千任雪第二次哭是看到千道流年轻时的记忆碎片 此时的千任雪刚从千道流献祭的悲伤走了出来 在这种情况下最害怕的就是再次回忆起自己的爷爷 而现在千任雪看到的是年轻的千道流 就是年轻时的爷爷 你见过你爷爷年轻时的照片吗 如果没见过就找一张出来 拿出来看看 然后再体会一下你现在心中的心情 千任雪是在千道流献祭后看到了爷爷年轻时的记忆碎片 这种情况是会将离别的悲伤放大的 如果此时的千任雪是安安静静的在看爷爷年轻时的记忆碎片 你觉得合适吗 在爷爷刚离开后 安安静静的看着爷爷的回忆 这还是人吗 第三次哭是因为知道了自己的父亲是被自己的母亲杀的 别说什么千寻即活该 是千寻即先玷污比比东的 这些千任雪又不知道 他只知道自己父亲被母亲杀了 然后哭着去找自己母亲比比东 千寻即是我 比比东并没有解释原因 反而是在嘲讽千任雪 在这里可以看出比比东还是非常恨千任雪的 恨的可能不是千任雪 而是比比东在千任雪身上看到了千寻即的影子 也可能有着另一层原因 比比东是在刺激千任雪 让千任雪快速变强 然后来杀他这个母亲 为他父亲千寻即报仇 再知道父亲是被母亲杀死 并且母亲当着他的面承认了 这种情况下 不哭难道要笑吗 你别动 我恨你 你怎么不会做我母亲 面对心灵上的多重打击 千任雪能坚强地继承神位 可能多半是因为千道流线剂前的嘱托 不然他可能早就对生活心灰意冷了 千任雪的人生早已变体无伤 只是一个假装坚强的傻姑娘罢了